大家好,我是三毛 再來數一下第二個視頻 這個西光旺會帶有三個純綠 你要刷純綠的話刷這個 剩下的掃蕩卷,其中一部分是給了神韻在王者冠名 剩下的都給純綠去掃掉 純綠要刷408個,如果你要搬空商店的話 要刷408個 我剛剛去看了一下我的掃蕩卷 剩下70個,等於說大概只能刷200多個 我就把掃蕩卷給暗 剩下的去做一個 自己進去自動 相較剛剛那個神韻關卡的話,那神韻關卡有點麻煩 要打古倫德 很麻煩 兩階段BOSS,刷起來很麻煩 刷神韻感覺比較好一點點 我蠻推薦就是烤魚都用在這邊沒有關係 平常在囤烤魚的時候就是拿來刷這些活動 那這些活動,這次活動商店搬空其實是蠻划算的 因為他比起之前的那個叫做 月曆靈歌,不知道大家還沒印象 比起之前那個月曆靈歌的話 這次活動的東西CP值還不錯 然後我刷完這個之後,下一個影片的話會是 迷世之音的最後一個影片,因為活動已經到一個結束了 活動也快結束了啦 剩一個禮拜多 下一個影片的話我會把那個商店該換什麼 打一個表格,然後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大家參考一下自己要換什麼東西 CP值比較好,然後自己要換多少數量可以稍微自己算一下 那我這次算的就是全部搬空 因為我自己是選擇全部搬空 我算的是全部搬空的數量 像我剛剛講的神韻要78個 然後純韻要408個 這個是要把商店搬空的那個 的情況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那張表格打完 我會再拍個影片 作為迷世之音的活動的完美Ending 這樣子 應該要掃完了 還是一樣啦,掃蕩卷不提醒剩幾張 其實這個是 應該他下次應該可以加強 然後這個掃蕩也是 設計不了 那應該要這邊按個連續掃蕩 不是這樣子 點一下之後還要再跳出來 不方便 點一下 按旁邊 點一下 再按旁邊 不方便 然後我素材的話我會選擇一次換完 我素材的話我會選擇一次換完 我素材的話我會選擇一次換完 然後就搭配最後一個影片 就是 讓大家看怎麼換 也不是看怎麼換 換光光也是一種感覺 Kimoji就送了 那至於前面的那個什麼關卡啊 三盒錶裡我就沒有錄了 應該是說 啊刷完了 應該是說三盒錶裡那個東西 上次那個影片就已經講過 所以就不錄了 大概應該都知道 三盒錶裡 這個 好那本次影片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